如果客人吃剩的東西在這裡 又不打包 又不出聲走了 我的心會有up的 賣東西 我做了十幾年 一年365天做足 是近七、八、八年、九年 每個月就有兩天假期 做餐飲業就要很有精神 很有毅力才可以去做 廚房要自己會做 洗碗也要自己做 所以人們說 老婆 為何你也來洗碗 我就回答客人 他說洗碗好 有生意就有碗洗 沒有生意就沒有碗洗 所以我最喜歡洗碗 有碗洗即是有銀紙收 一個碗就有一張銀紙 你看看一晚收多少精銀紙 就數一下有多少碗 為何叫石絲美食 就是之前的老闆 是福建人 就取名叫石絲美食 石絲美食是福建很出名的地方 很有錢的 我就看到名字挺有趣 不如不要改了 就要回石絲美食 學習做有錢人 我做東西吃的秘方 我不會寫下的 全部是我靈魂那裏 我告訴你 我每去一個地方吃東西 我最喜歡吃東西 所以我的東西是這麼不好吃 我的靈魂吃了每一樣東西之後 我可以回來再告訴我老公 我吃到那個味道 你做給我吃 然後我做第一次不行 我不是這樣說第二次 我老公就做到的了 所以為何 池王好緊要 聽完好緊要 那就是夫妻檔 有三個乖的小孩 最重要是有好的伙計 還有 起碼自己有得吃 她都不認識她 是我的 我甚麼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給我靈貨 客人要坐好 我叫招呼口 帶來我們吃東西 有美食 但沒有甚麼招呼 沒有見解 謝謝